不僅如此 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的经典 都不出这一句名号 名号功德真正不可思议 你要把它真的认清楚 搞明白了 你才晓得名号之口归 名号一定要受持 这是教你一心专念阿弥陀如来 愿生彼徒 那么这个名号 已及西方极乐世界 佛在经上教给我们 叫我们常常想念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 这就是我劝同修们要把无量寿经念书 最好念的能够背过 为什么呢 你就会常常想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 如果不念佛 如果不念佛不想西方极乐世界 那一阵庄严谨 那就叫大妄想 妄想啊 也叫修行啊 修什么行呢 修六道轮回啊 修三卧道啊 嗯 那就大错特错 啊 所以我们要把念头转过来 念阿弥陀佛 想极乐世界 你看 能指一求 我们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都被他扶着了 都执着了 妄想分别执着 扶着了 不但三卧道没有了 六道轮回也没有了 这才能出三界啊 第二 彼岸落土过三界道啊 啊 三界就是六道轮回 玉界四界五四界 三界里面有六道 所以叫三界道 过呢 超过啊 啊 西方极乐世界超过六道轮回 若人一生彼国 自然只生口异我 啊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生口异三叶 再不会造罪业 啊 因为西方世界没有造物的云 啊 没有造物的云 所以啊 不可能 走 啊 啊 这叫指握啊 啊 这叫指握啊 三呢 阿弥陀如来 正确 这叫三不退 所以僧到西方就远镇三不退 不会退转去做小臣 那么这个地方需要说明的 就是阿弥陀儒来正觉住持令 这一句实在讲就是四十八月 阿弥陀佛本愿的威力 能够帮助我们得到三种不退 不但得到三种不退 几乎得到圆满的三不退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 因为要是讲得三不退 远叫出住菩萨 别叫出地就得到了 但是一个往生西方世界的人 即使他是造作很多罪业 下下平往生 生到西方世界 这个四十八院里都有说 经上也说 到极乐世界都做阿弥陀志菩萨 阿弥陀志是什么菩萨呢 是七地以上 这个七地不是普通的七地 原教的七地 超过藏通别佛 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 多臭 比他们还要高 所以这个法门叫 男性之法门 你看看 这是不费功夫 一下就振到那么高的果位 急急呼呼跟这个如来平等了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 都是彌陀本院为神的加持 生到西方世界 这就行了 是此三种指 从如来如实功德生 这个如来就是彌陀如来 如实功德就是真实的功德 这个真实功德就是四十八月 是从四十八月生的 再看下面这一条 云火观察 智慧观察 正念关闭 世界完整处 宇如實修心 彼陀摄拿故 彼陀摄拿就是凡作观 就是前面这样的观察 道成佛法 常说修观 无论是禅宗 或者是教相 禅宗将参就 教相将只观 其实名称不相同 意思非常精进 这个观 我们以禅宗的层次来说 首先 从观照入门 这个观照是功夫很浅正 再往上提升功夫深 在晋级了 照住 照住是得定的 这个第一是观照 照住就得定 再往上提升呢 照见 你看心经上 观资在菩萨 照见 无运皆空 就照见 照见呢 就是禅宗的大车大物 明心见心 所以见心成佛 这是三个层次 其实它这三个层次 跟我们净土中三个层次没有两样 但是名称不一样 我们净土中讲念佛功夫 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呢 跟禅宗的观照是一样 一个境界 一个意思 一个境界 思业心不乱 就是照住 礼仪业心不乱呢 就是照见 可见得 那个境界是平等的 名称不一样 用功的方法不一样 禅宗的方法